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阿里巴巴 哦不对 谢谢我们的patreon们 好了 那我们下面一起来听故事解读 从阿里裸词 从阿里裸词 从阿里什么 裸词 词 词值的词吗 对了 裸 裸体的裸 没错 所以从阿里巴巴裸体的词值了 就是你离开工作的那一天 你把衣服全脱掉了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的 裸词就是说 还没有找好下一份工作 然后不需要考虑下面要做什么 然后辞职了 叫裸词 就是不计后果的 不惜一切后果的 走人了 对 也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 也没有想过以后做什么 裸词 对了 从阿里巴巴裸词 听说阿里巴巴是一个很好的公司啊 好像在阿里巴巴赚钱赚的还挺多的呢 你是说赚钱赚的比较多是吧 那好 那钱多是好的一个方面是吗 而且很多人想去阿里巴巴工作 没错 大家想赚更多的钱嘛 对啊 去不了的人是挤破了脑袋 想往里进 在里面做过一些年的人 又想辞职 而且是裸词 对了 我们看看这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他的生活里面 会让他有这样的冲动和想法 去年五月底 我过了三十岁生日 突然发现自己的年龄的字头变成三 去年五月底发生了什么事 三十了嘛 人三十了 然后就觉得不一样了 什么不一样呢 年龄不同啦 本来是二十几岁的小年轻 现在变成三十几的人了 三十好几的人了 对 三十多岁了 对 所以在心里面有一种压力 觉得自己不年轻了 所以他是有什么感觉呢 觉得很多事现在不去做 以后可能再也做不了了 哦 他觉得到了三十多岁 很多事情如果现在还不去做的话 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去做了 对啊 三十几岁的人 换句话说就是笨四了 你再不做你就四十了 那四十多岁的话 那想重来 或者想再做点别的 换个职业什么的 那就更难了吧 嗯 嗯 所以他想到了做什么呢 哎呀 所以啊 他觉得很多事现在如果不去做 以后可能再也做不了了 所以他就想到了辞职 他不再工作 不再做现在的工作了 离开现在的工作 不做了 对 嗯 那他 以前一直在哪里工作呢 在阿里 哦 在阿里巴巴 嗯 那在阿里巴巴工作的怎么样呢 在阿里啊 那正是我职业发展机会最好的半年 哦 他在阿里巴巴那个时候 是他职业发展机会最好的半年 就是他那半年混得挺不错的 嗯 可能是和同事关系也好啊 自己的职业发展又好 又得到了上司的这种喜欢和青睐 嗯 那这个时候他想到辞职 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决定马上辞职吗 那肯定不会啊 我在大公司 大厂 赚的钱又很好 然后职业发展又很好 嗯 所以我肯定是有点 我肯定不是有点吧 我肯定是会问我自己 你真的想辞职吗 你疯了吗 嗯 但是作者说他是有点什么 有点犹豫 有点犹豫 不知道到底应该辞职 还是不辞职 是吗 对 所以他 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三十几岁了 他需要去过他理想的生活 另一方面他现在的工作又非常的好 所以他不知道是选择A还是选择B 所以觉得很犹豫 嗯 其实不工作的想法已经好几年了 虽然收入在不断的往上涨 但是每天都觉得没有动力 所以其实他有这种辞职的想法 是最近开始的吗 还是很长时间了 已经很长时间了 嗯 已经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对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在想了 嗯 虽然收入在不断的往上涨 哦 他赚的他赚的钱越来越多了 嗯 但是每天都觉得没有动力 跟我一样 你也是每天都没有动力吗 对 没有动力 你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有动力 上班的时候没有动力 也是工作是吧 嗯 所以你的工作可能也不是你最喜欢的工作是吧 嗯 嗯 但是每天都觉得没有动力 那什么东西会让他有动力呢 我希望做的是内心热爱的 充满快乐又愿意去做的事情 哦 他希望做的是什么 一 内心热爱 哦 他的心里非常喜欢的 二 充满快乐 做这个工作让他很开心 三 愿意去做 所以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想去做这个事情 对 不是老板告诉他说 哎 你要把这个做好做完 而是说 我自己就想去做 嗯 那他对他现在在阿里的工作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 内心热爱 内心没有热爱 充满快乐 在阿里巴巴工作 根本就不快乐 愿意去做 也不愿意继续在阿里巴巴工作了 或者是说内心没那么热爱 对了 不是那么快乐 嗯 然后又不是那么愿意去做 是的 嗯 所以他这种犹豫的状态 我说辞职呢 还是在现在的阿里继续做下去呢 这种心态 犹豫的心态 一直到了十月底 哦 所以他从五月份 呃 过生日的时候 五月底过生日的时候 想起来了 然后呢 十月底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 犹豫了五个月 他去了趟青岛 嗯 犹豫到了十月底 我去了趟青岛 嗯 这里面的趟就是次的意思 对 我去了一趟青岛 我去了一次青岛 我去了一回青岛 嗯 我去了一趟 一回一次 嗯 青岛这个城市是一个 很有名的城市 海滨城市有很漂亮的风景 还有一个青岛很有名的地方 可能世界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青岛的一个 一个地方是什么 青岛啤酒 对 有的时候你可能说 青岛 青岛是哪儿啊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说青岛啤酒 大家就相识一下 哦 那个青岛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如果去过中国的人 应该都知道青岛啤酒 对 嗯 不是所有去过中国的人吧 我知道在海外很多 有华人的地方 比如说华人餐馆啊 他们也会卖青岛啤酒的 对 华人餐馆会有 对 而话说回头来 青岛也是一个海边的城市是吗 嗯 没错 是一个海滨城市 嗯 而且以前 也算是被德国占领过 嗯 被德国殖民过吧 所以他的这个 做啤酒的这个历史 应该是和被德国殖民的历史 有一点关系的 嗯 是吧 对 你去过青岛吗 我没有去过 你去过吗 我也没去过 嗯 虽然我的老家是山东 但是我只去过山东 两三个地方 没有去过青岛 哦 但听说很漂亮 嗯 我当时去青岛呢 去看一个我很喜欢的乐队 叫做声音碎片 哦 这个乐队叫什么名字 声音碎片乐队 声音碎片 嗯 对 当时这个乐队有一个现场的表演 嗯 所以他去听了 对 他很喜欢嘛 所以他去了趟青岛 去看这个音乐会 然后这个 那天声音碎片 唱了一首歌叫做 致我迷茫 致我的迷茫兄弟 哦 有一首歌叫 致我的迷茫兄弟 嗯 这里面的致就是给的意思 嗯 唱给谁听对不对 对 唱给谁听的 给谁写的 给我的兄弟写的 什么样的兄弟呢 迷茫的兄弟 迷茫兄弟 嗯 什么是迷茫啊 迷茫就是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 嗯 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你以后要去哪儿 你的生活 你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下去 很迷茫哦 对 我觉得每个人这个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应该都迷茫过吧 嗯 对 你什么时候迷茫过啊 20岁 现在还迷茫 嗯 其实我觉得人是在不同的生活阶段里面 都有迷茫期的 对 嗯 我记得我 可能第一次知道自己迷茫 可能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还是二 好像是二年级的时候 嗯 对 因为大二的时候觉得 嗯 我考上大学了 所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以后想做什么 嗯 我还真的不知道 对了 因为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我当时大学学的专业 嗯 所以我当时真是特别的迷茫 对了 然后呢 20岁初同以后找到了工作 挺开心的 做老师 然后做了10年老师 觉得自己又很迷茫 觉得好吧 做老师 那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挺不错的老师了 那我以后还是继续做老师吗 嗯 我不知道 所以呢 我又很迷茫 对了 就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原因 让你迷茫 是吗 对 嗯 那这首歌是 呃 说什么呢 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 我们听一下 叫你母亲让你独一无二 你的妈妈让你成为 想让你成为一个 跟别人不一样的人 嗯 呃 你母亲让你独一无二 呃 这这句话我其实我理解的和你不一样 嗯 是吗 对 你说的是你的妈妈想让你成为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 对 我的理解是说 因为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生出来的那一刻 就决定了我们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那怎么让呢 对啊 因为你的妈妈让你出生了 给了你生命啊 哦 有了生命 你就注定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说你是讲的更多的是具体的是吧 就是一个 嗯 我说的可能是生命吧 对 嗯 我讲的可能是精神 你说的可能是妈妈想给孩子的希望是什么 对 嗯 对 都我觉得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吧 都可以 嗯 你母亲让你独一无二 嗯 独一无二是一个成语 就是说只有这个没有别的 你是最厉害的 只有一个 独一无二 没有 对了 嗯 你不是谁的一颗棋子 你不是谁的一颗棋子 你不是别人的一颗棋子 如果说你是别人的一颗棋子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 你不能控制你自己 你不能决定你自己做什么 嗯 你被别人 别人在用你 对 别人在控制你 嗯 那你就是别人的一颗棋子 比如说在公司工作 你算是别人的一颗棋子吗 嗯 看 看什么公司 你知道吗 是吧 也看什么公司 什么文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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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在真正的社会里面没有 完全自由的 这样一个角色 或者很少 嗯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工作 好像都是在完成一个使命 或者完成别人的 呃 一个任务 是吧 有很有可能啊 对对对 嗯 嗯 你不是谁的一颗棋子 你不要轻易变成工具 嗯 这句话说太好了 我常常会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工具 嗯 比如说到学校去 虽然我很喜欢教学啊 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工具 我会觉得我是可以被替代的 嗯 是一个教学的工具 嗯 然后呢 你发誓完整你的生命 你发誓完整你的生命 嗯 嗯 嗯 发誓 就说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对 我对着上天发誓 我告诉上天 我一定要完成我的生命 如果我没有完成我的生命的话 那就天打五雷轰 嗯 你记得这句话吗 天打五雷轰 对了 对 如果你不做一个事情 上天会来惩罚我的 对 这个叫发誓 对 就是 你告诉自己你真的很想 你告诉自己或别人 你真的真的很想做一件事情 嗯 然后 呃 他听了这首歌 他有什么感觉 我大受触动 哦 我非常受感动 是吗 嗯 触动 这个动就是感动的意思 触就是碰的意思 嗯 就觉得我的心被这首歌碰到了一下 觉得哦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对了 嗯 我的妈妈让我都一无二 我不是谁的一颗棋子 我不要变成阿里的工具 我发誓 我要完整我的生命 我要做我 小的时候一直追逐的梦想 想做的人 嗯 所以啊 从青岛回来之后的第二天 他做了什么决定 我觉得他应该是辞职了 对 没错 回去第二天就提了离职 离就是离开的离职 就是职位的职 我要离开这个职位 就是辞职的意思 嗯 回去第二天就提了离职 嗯 因为他有点冲动 我觉得很勇敢 他也很勇敢 他一定是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乐队叫什么来着 声音碎片 对了 嗯 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没有 你呢 你想听一听吗 嗯 好啊 好 嗯 嗯 你 沙漠里无章虚弱的走 大海里没有无名指 名目几扰命 to the moon 你不是谁的一颗欺负 你不要经历变成工具 你发誓爱着你的生命 很好听哦 很沧桑 让我想起许葳了 我觉得声音比许葳更苍凉一些 苍桑一点 听起来有点伤感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好听 对 让人很有力量 觉得那首音乐把我带进去了 所以这个作者他就要下定决心 继续十年前的计划 就是他二十岁出头的计划 那我们下面说一下十年前他在哪 在做什么吧 好的 十年前我在大学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接触到了户外旅行协会 我听到了户外两个字 你说的是户外吧 对 户外的就是出去玩的是吧 对 你接触过这种户外的活动吗 接触过 比如说背包课是吧 我觉得好像大学的时候 很多人在大学的时期都会有点的想法 我没有 什么旅友你记得吗 对 好像买很多设备你记得吗 有不同的档次是吧 有的人会买很多设备 有的人可能会比较简单 但我印象中的户外就是好像买一大堆设备 穿着什么户外的衣服啊 一身从头到尾的 然后背一个大包 然后手里拿一个拐杖 那肯定一般大人 然后一堆年轻人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 所以这十年前他在大学的时候的事情 对吗 你们当时大学有户外什么旅行协会吗 应该有吧 但是我们有关注 你们呢 我不记得有 对 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当时非常喜欢出去 有时候会翘课或者逃课 会离开学校 你去干嘛 户外 就是 户外旅行去了 比如说暑假可能会坐火车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去探索了 也是旅行 对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喜欢户外的人有一些相似的气质 喜欢户外的人有一些什么样的气质 相似的气质 比如说呢 就是这些人都很类似 比如说他们都喜欢摇滚乐 都喜欢摇滚乐 还有呢 喜欢追寻自我 喜欢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去做事情 追寻自我 我的理解是说 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是吗 我的想法是想找到自己 那不一个意思吗 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要找到 对啊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想知道你真的 真正的自己是谁 想知道自己 对 和你刚才说的 坐火车去别的地方玩有点像 其实 因为探索别处 就是探索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了 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一个人背包在西北旅行 哦 常常一个人背包去中国的西北旅行 对 说到西北 你脑袋里面会浮现过什么样的画面 或者说哪些城市的名字啊 西北吗 对 我会想到兰州拉面 嗯 你会想到吃的 兰州 我会想到宁夏 然后想到那些那个地方 很多女性在农田里工作女性 她脸上的高原红 嗯 然后很淳朴的笑容和表情 对了 还有那边的气候 就是黄土地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风沙 然后绿色的负 植被的覆盖面积不是特别多的 嗯 我能想到的是那边 我还想到了哈密瓜 嗯 新疆的哈密瓜 哦 你想的是新疆是吧 嗯 对 我想到的主要是青海 宁夏 哦 对对对 那边都是西北 都算是西北 叫大西北嘛 因为那边很大的 对 对 西北一般就是包含中国的 比如说陕西省啊 甘肃省 对 青海省和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对 宁夏也算吧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 每到秋天 火车上总会多出一群 去新疆摘棉花的妇女 哦 那个时候每到秋天 她会看到这些妇女 嗯 听起来很美 嗯 对 那这些妇女都怎么样呢 她们大多戴着头巾 哦 她们的头上戴着头巾 还有呢 随身戴着嬷嬷 哦 随身戴着嬷嬷 嗯 嬷嬷就是一种啊 玉米面做的东西是吗 是吧 是玉米面哦 黄色的吗 好像在西北的话 嬷嬷的材料 是不是青柯呀 我记得西北好像比较盛产青柯 嗯 但是不管是用什么做的是面粉玉米面还是什么做的 嬷嬷大概就是一种主食 有点像面包馒头这样的东西 嗯 然后呢 就是可以保存很多时间 因为比较干 所以不会很容易坏掉 嗯 但吃起来会比较硬一点 嗯 明白了 哦 因为我没吃过你知道 我没吃过嬷嬷 嗯 坐在硬坐或是蹲在过道里话不多 哦 他们坐火车 嗯 火车是硬坐的 嗯 或者没有座位 所以他们就蹲着 哦 你记得中国的火车吗 你以前坐过吗 绿皮火车吗 那种硬坐的 不仅仅是绿皮啊 绿皮是比较少一点的 嗯 它有那种一般的火车 坐过呀 有硬坐的是吧 硬坐很不舒服 那个就坐也很硬的 对 而且人常常很多 有的时候你买不到票 他就给你个战票 没错 对 大家挤在一起啊 然后都像过箱关头一样 然后很多人会踩你的脚 嗯 嗯 那你肯定不喜欢了 我很不喜欢 嗯 对 嗯 坐在硬坐 或者是蹲在过道里 话不多 哦 他们不太说话 对 嗯 茫然又安静地 看着窗外的风景 我觉得这几句话 说得特别美 对 对 在我的脑袋里 好像已经有一个小电影出来了 对 不会想象 说这些妇女 她们是谁的妈妈吗 她们是谁的女儿 是谁的妻子 对了 她们想去新疆摘棉花 是不是她们想 要赚一笔钱 她们想这笔钱做什么呢 其实你的想法和坐着的想法一样 坐着也有这样的问题 哦 是吗 嗯 我想 她们的生活究竟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 参白无趣 还是也一样丰富多彩 嗯 这里面有两个成语 一个是丰富多彩 就是很有意思 嗯 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生活和滋味 另一个成语是 苍白无趣 嗯 就是 非常无聊 对 苍白 不仅是白 而且是苍白 一点颜色都没有 一点意思都没有 无趣 没有 意思 没有兴趣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坐着还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哦 很有想 喜欢旅行 嗯 喜欢探寻自己 对 然后看到旁边的风景啊 还会把自己放进去想 哎 这些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嗯 他们是谁 他们去哪啊 嗯 嗯 他们对自己跑去千里之外 辛苦赚钱的生活意义 是毫无认识 还是也充满怀疑 嗯 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是什么 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不知道 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我为什么去 还是 也不确定自己 是不是应该去新疆摘棉花 嗯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嗯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我每天的工作 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我这样工作 嗯 是我觉得是有意义吗 还是 因为别人做我也去做呢 嗯 没错 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嗯 在阿里工作 还是去摘棉花 还是做教育 有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心态 嗯 我跟一位亲女老板聊过这个问题 他说 你 那你干脆找一些农场 这么走一年呗 我觉得可以 就联系了库尔勒的棉田 准备过去 嗯 所以十年前 他可能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他也是特别想 先旅行一年哦 对 就先不工作 所以他去找了一个人聊这个事 嗯 这个人是谁啊 一个青年旅社的老板 简称青旅老板 对 你好像住过青旅吧 对 你给大家讲一下 青旅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要住青旅 青旅很难 在国在 也是从国外 后来流传到国内的 这样一个概念吧 嗯 就是青年旅馆嘛 一般都是年轻人 嗯 或者一个人 或者和几个朋友一起 因为青旅一般会分享宿舍嘛 一个宿舍里面有很多张床 哦 就一个房间里睡好几个人 对 他有选择了 但是一般大多都是 因为年轻人 那个 钱不多嘛 对 所以住这种旅社比较便宜 嗯 比较一个床铺 然后有公共的空间 嗯 然后里面 呃 呃 弄得比较 温馨 温馨 对 感觉有 比如说有读书的地方 哦 有上网的地方 有 玩台球的地方 就这样的 嗯 卫生怎么样 也很好了 哦 嗯 所以他跟这个青旅的老板 聊过他这个想法 老板给的他的建议是什么 老板说 你就 那你干脆找一 找一些农场 这么走一年呗 嗯 让他去农场 嗯 在不同的农场 嗯 去体验一下农场的生活 对了 嗯 这里面他说 那你干脆 找一些农场 这么走一年呗 嗯 这干脆啊 就是说 在人犹豫的时候 不知道选A 还是选B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说 那你干脆就选C吧 也别选A 别选B了 就是在你不可以做决定的时候 犹豫的时候 啊 你可以说 嗯 我干脆都不要了 嗯 嗯 今晚是吃面条呢 还是吃米饭呢 哎 干脆吃披萨吧 嗯 最简单了 嗯 就是 如果很多时候 你不能做决定 你想做 不能做决定的时候 你就说 哎呀 干脆怎么样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事情吧 对 嗯 就干脆可以帮你很快的下一个决定 对了 不要太纠结 所以做着 去了吗 对啊 所以他联系了 库尔勒的棉田准备过去 哦 库尔勒听名字 感觉是新疆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对 听起来应该是维吾尔语 啊 所以他联系了新疆的一个棉田准备过去 棉 棉花 田 田地 种棉花的地方 种棉花的农场 棉田准备过去 但那时我盐壁 我觉得这个作者特别喜欢用这种简称 盐池 毕业 轻 盐壁 对 对 不觉得都是年轻人喜欢用的词语吗 对 有可能啊 我觉得对 盐壁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可以这样用了 盐壁 觉得以前都是延迟毕业 现在好像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延迟毕业 所以就慢慢的变成一个简称了 盐壁 嗯 延迟就是慢一点 迟一点 晚一点 壁就是毕业 结束你的大学 对 一般大学是四年嘛 对不对 但如果你延避可能说 哎呀 我能够的大学过四年半吗 五年吗 是吧 那就是延迟毕业了 嗯 又提出这个计划 所以他不仅仅要 他已经延避了对不对 一延迟毕业 同时要告诉妈妈说他要去 库尔勒的腼腆 对 体验生活 那你觉得他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想 我觉得一般的这个中国的父母都会崩溃的 嗯 什么 鸟连吃屁 你是成绩不好吗 没做作业 谈女朋友了 然后第二什么 你要去农田 嗯 啊 我花钱 花这么多钱让你读大学 你跟我说你不要工作 你要去农场 一般的父母都要崩溃了 对 父母不能接受 对 我妈 没错了 那他妈妈做了什么呢 我妈连夜写了一封信 说你给了我们太多的 嗯嗯 惊喜 带引号的惊喜 我们实在受不了 我看到这封信 放弃了 哦 还是迫于家庭给他的压力 是不是 对 是啊 我觉得一般的这个家长应该都接受不了 对 如果十年前的话 我觉得对 很难接受的 但现在不一定的 我觉得 现在应该很多家长可以接受 我觉得 这种另辟蹊径的这种 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家长 特别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可以接受 嗯 所以呀 他就没有去成年田了 嗯 所以他就没有去追逐他儿时的梦想 那毕业后我就去上班了 先是在携程 嗯 然后是阿里 毕业后 毕业之后我就去工作了 先是在携程 嗯 携程旅行 对呀 我觉得 买机票 什么的 订旅 订旅馆 宾馆 好像 这携程是一个 很多人选择携程这个 这个网站吧 是吧 没错 这个公司 对 嗯 而且携程的CEO很有名哦 是谁啊 梁建章啊 哦 不认识啊 哦 不对 换了是吗 呃 梁建章也辞职了 也裸辞了 哦 那梁建章 他以前是他的创始人 哦 现在不是了 对 嗯 所以都是大厂啊 先是在携程 然后是阿里 嗯 曾经我也想着找到更好的公司 做到更好的业务 拿到更好的收入 跟一群更优秀的人在一起 哎呦 这个里面也连着用了 一二三四四个更 哦 什么更呢 首先 更好的公司 去个更好的公司 然后呢 更好的业务 做到更好的业务 嗯 做到更好的这种工作的种类 是吗 嗯 对 或者说他的工作的表现 越来越好 是吧 嗯 还有呢 拿到更好的收入 赚到更多的钱 嗯 跟一群更优秀的人在一起 有更好的同事 对啊 嗯 但是呢 但等你真正去了里边之后 你发现也就那么回事 这句话也特别好 就是 也就那么回事 好像生活里面所有的事情 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当你急破了头 想去一个你梦寐以求的地方 你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幻想和憧憬 当你真的去了以后发现 哎 其实跟我之前的生活也差不多 没有那么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让你一直激动是吗 对 对 不会说让他觉得 哎呀 不行啊 不会让他觉得内心热爱 嗯 也不会让他充满欢乐了 是吧 嗯 对 哎我听说这家的那个包子特别好吃啊 咱们今晚去吧 但要排队 那个网红店 好像排队排一个小时 咱们去吧 哎呀 别去了 也就那么回事 好吧 那我跟我的朋友去了 嗯 那你们去吧 嗯 其实去了之后 我尝到了那个包子 我发现 哎 其实这个包子啊 吃起来也是那么回事 对 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 对了 嗯 但等你真正去了你里边之后 你发现也就那么回事 他也没有让你多兴奋 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完全融入到大家追求的职业成就里去 啊 他发现他不能跟大家一样就是接受这种职业成功的这种追求是吗 对啊 他发现周围一群更优秀的人 每天都在很努力的工作是吧 嗯 然后想要做到最好 想要做到更好有更好的业务 嗯 他发现自己不可以和他们一样 嗯 嗯 虽然他也会和他们一样去拼 去追 这里面的拼和追都是更努力的工作的意思 对了 但是会有一种疏离感 但是会有一种什么感觉 疏离感 疏离就是感觉跟他们走不到一块是吧 对 感觉不是特别相同的一群人 嗯 因为你想想哦 他内心里面可能还有很多是十年前的那个喜欢户外旅行 去探寻自我的人 嗯 嗯 去农场的想法一直存在 尤其是工作中没动力或者不想做的时候 脑子里老会浮现这个想法 对了 嗯 所以他现在脑袋里面还在想着去农场这个事呢 对了 嗯 特别是什么时候他会想更多 就是呃 没有动力 工作的时候没有动力 嗯 或者不想做他的工作的时候 对 嗯 脑子里又会浮现 嗯 嗯 就是脑子里面会出现 嗯 这个想法 对了 嗯 浮现在这里就是出现的意思 好像就是你脑袋里面 像有一个电视 一个电影在你脑袋里面 你看到了一幅画画面 一个照片 嗯 就是你在这个 绵田上啊 在很开心的生活 也就那么回事 但是如果你真去了 可能也就那么回事 对 可能时间短好一点 但是也不一定我们往后面看吧 嗯 辞职后我打算给自己一年时间 嗯 所以呃 不工作以后他打算给自己一年时间 然后呢 嗯 嗯 也许在这个过程里 我遇到一些人 或者找到了一件事 是我发自内心特别热爱的 我就可以改变人生轨迹 所以他是希望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 他在这个旅行中 可以遇到一些人 一些特别的人是吧 嗯 或者说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嗯 嗯 然后呢 所以呢 他的人生可以改变 是他真的内心热爱的事情 嗯 就可以改变他人生的轨迹 对 嗯 这个轨迹啊 就是 什么呢 什么是轨迹 轨迹就是 呃 怎么说 嗯 就是你 不同的年龄 在不同的地方 做不同的事情 这个叫轨迹 比如说 呃 像 像我吧 比如说我十七八岁的时候 在 在吉林这个地方上大学 嗯 然后二十出头的话 去了北京 读研究生 嗯 然后呢 后来二十五岁的时候 去了美国 嗯 嗯 探寻自我 嗯 对 然后呢 比如说再后来 我到了三十岁 我又回到了中国 三十五岁 我就去了 比如说啊 去了非洲 嗯 所以这是我的人生轨迹 对 就是 你怎么从一个地方 到下一个地方 都做了什么事情 没错 然后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就说哦 我的人生轨迹 是这个样子的 对 嗯 就像一辆车一样 从这儿开到那儿 又从那儿开到这儿啊 嗯 所以呃 他都做了什么 去了什么地方呢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哎呦 我觉得他挺折腾的 他先跑到大理 休息了将近一个月 哦 去了云南的大理 嗯 休息的 圣地啊 对 又去西藏两个月 考了个驾照 哦 又去了西藏两个月 从西南跑到西北 是吧 而且是在西藏考驾照 嗯 都是西南 嗯 再是青海一个多月 哦 又去了青海 嗯 也是西北嘛 对 大理不算西北吧 西南 大理是西南 对 在一个 他在青海的时候 是在一个长江源保护站 做志愿者 嗯 长江源保护站 做志愿者 对 就是没有没有钱的那种 没有收入的那种 对 对 完全是自己的爱好 在做事 嗯 而且就感觉生活挺幸福的 都是那种 离自然特别近 离人特别远的那种工作 刚开始很难的 我觉得 就是我 我非常可以 感觉说 感觉说 他刚开始去大理的感觉 等一会往后面看 因为我 我读过这个文章 嗯 刚辞职时 我想会不会有解脱感 哦 他刚辞职的时候想 哎呀 会不会 感觉就会很轻松了 没有压力了 就好了 我再也不用在阿里工作了 那么多的不想做的事情 没有动力 今天要做这个表格 明天要做那个报告 哎呀 我解放了 嗯 我是一个新的人了 嗯 因为以前的工作 有很大的压力 什么压力呢 每天要处理很多事情 每天手机不停地响 还有呢 没了吧 嗯 这还不够吗 处理很多事情 手机不停地响 所以每天很忙 压力很大 对 然而真的离职之后 我发现自己 掉入了一个很空虚的状态 所以他真正地辞职以后 他发现自己怎么了 空虚 空虚不知道 每天做什么 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怎么把每天的时间给填满 打发掉是吧 对了 对啊 因为以前是极度的忙 极度的紧张 从一个极度到另一个 什么事都没有了 一个状态 好像又会有点不适应 对 因为以前他每天工作嘛 所以他习惯了 每一天都是有用的 每一天都有个目标 每天都要做完一件事情 或者做完几件事情 对 每一天都要和谁去说话 或者沟通 对 这种生活节奏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呢 所以他习惯了 每一天都是有用的 突然闲下来 会有强烈的不适感 就突然他来到大理 突然不工作了 他就觉得 哎呦 非常强的 不适应的感觉 就不舒服 对 不适应 说出哪儿 就是感觉有点不习惯 有点别扭吧 对 对 这个其实很能理解啊 因为你不是说 从全职变成兼职 然后一点一点不做的 你是从全职 嗯 然后突然 就是从百分之百到百分之零 嗯 就有点像人做运动的时候 是吧 嗯 然后你本来在跑啊 在跳啊 你心脏已经运动得很剧烈了 然后你突然停下来了 对 然后你可能心脏会特别受不了吧 对 人的身体也会特别不适应 嗯 我在大理特别无聊的过了一段时间 在西藏也觉得无聊 直到去了青海 觉得我好了 哦 到了青海之后 他觉得他这个人的状态好了 正常了 嗯 我不再纠结这一年有没有结果 我觉得我可以安静下来了 哦 他也不用再担心 不用再 在想这一年要取得什么结果 对不对 嗯 他就觉得 哎呀 我的心里可以安静下来了 嗯 这里面说一下纠结这个词哦 纠结这个词还是挺常用的一个词 是吧 对 嗯 就是不知道 做决定的时候 怎么做才好 对吧 不知道做什么决定 对 嗯 纠结这个词 用的地方可大可小 嗯 小到什么呀 我是个很纠结的人 这我该吃什么呀 嗯 哦 吃面条 那我吃面条应该煮一半 还是煮一块 还是煮两块呢 吃面条应该加点蔬菜呢 应该加点鸡蛋呢 哎呀 加多少蔬菜 加多了蔬菜 是不是晚上就没蔬菜吃了 这都是纠结的小事 对 大的事可以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买房子换房子 我是买这个一百万的房子 还是买这个两百万的房子 这可能对某些人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对 好像说我自己能买的 其实 好吧 嗯 我不再纠结这一年 有没有结果 我是应该去携程做CEO呢 还是去阿里做CEO 我好纠结 所以纠结可大可小 对 我觉得明年应该工作呢 还是应该休息一年呢 嗯 就是纠结的事情 对 但我觉得 作者慢慢的感觉 又把他自己找回来了 对不对 对 我其实觉得这个人 应该不是一个很纠结的人 因为你就从他断然 五月之后 从阿里茨之落词 然后去休息一年 我就觉得这个人 还是挺有勇气的吧 我的理解是 一个人可以是 有些地方很纠结 有些地方可以很果断 你知道 我不觉得是一个 百分之百的 二分的 就是说非自己比的 完全的果断 或者完全的纠结 对 对 那你作为一个纠结的人 你哪方面比较果断呢 嗯 现在就果断的比较少一点了 哈哈哈哈 因为很多事情内听你的 哦 那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果断的人 但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 我有纠结的地方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是果断 和纠结的一个混合体 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其实 嗯 有人说不好吗 没有啊 你不是说不好吗 我什么时候说不好 你进来说我比较纠结啊 哦 嗯 是吧 对啊 我爱你的纠结 哈哈哈哈 是吗 听众们听到了 好 继续往下讲 嗯 有一天我在那看书 嗯 呦 他现在在哪啊 他到 青海吗 我觉得 高尔木好像在青海吧 看一下 嗯 有一天我在那看书 这个就是很多少数民族居住的一个地区 对啊 因为青海那边就是很多少数民族啊 对了 嗯 是回族吧 也有藏族 嗯 藏族都有 嗯 我就觉得他现在心情很好 因为他有这个精神去关注这个阳光 对 他周围这种自然 对 比如说现在我外面的我阳光也很漂亮 但是也很好 但是我 你的窗帘是拉起来的 但即使窗帘拉起来我能看见 但是我的关注 无心去看 对 没有心情去看 嗯 格尔木的阳光特别好 对 没有心情去看 因为身边有美女啊 对 嗯 有两只猫在我旁边 吹着风 嗯 格尔木的阳光特别好 有两只猫在我身旁边 吹着风 嗯 那一刻就觉得特别舒服 嗯 那一刻 都别说他了 我这个作为读者的人 我读一读 我都觉得很舒服 嗯 一下子好像豁然开朗 对了 又一个成语冒出来了 就突然觉得想开了 想通了 突然觉得 不纠结了 对 不需要纠结了 不需要犹豫了 明白了 嗯 觉得 现在的这种生活 我很享受 嗯 保护站后面有一条铁路 哦 因为他在这个保护站 做志愿者 对不对 长江源保护站 嗯 嗯 长江源 就是长江的源头 嗯 嗯 长江开始的地方 嗯 所以他在这个保护站工作 保护站后面有一条铁路 每天都有火车过去 每天都有火车过去 夕阳时分 啊 傍晚的时候 太阳快要下山了 对啊 天空是黄色和红色的 对了 有晚霞 嗯 每一类火车 我都会很认真的 看它开过去 每一辆火车 每一类火车 我都会很认真的去看 我突然发现 自己前几个月 还处在工作的状态 他突然发现 哎呀 几个月前 我还在阿里巴巴工作呢 几个月前 我还在犹豫 说辞不辞职 几个月前 我还每天 有很多电话 不停地响 每天有很多的工作 要不停地去做 但是呢 嗯 其实我跟你的想法 不一样 嗯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是说 虽然我休息了一年 但是我休息的 那前几个月 我还是处于一种 忙碌的 内心精神紧张的状态 虽然我没有工作 但是我有那种 想工作的紧张感 哦对 这样也 我觉得你可能是 更 呃 是对的 就是说 刚开始 他虽然辞职了 虽然在旅行 但是他的脑子 他的思想 并没有 切换过来 对 没有换过来 他还是 他每天可能觉得 比较空虚 就是他觉得 如果不做就空虚 对 嗯 就是一种很强烈的 想去做一件事情的冲动 但又不知道 做什么事情 但是当他看到 那些火车的那一刻 他觉得可以切换过来了 哦 他觉得已经适应了 这种新的生活状态了 已经适应了新的节奏 可以跟以前的生活 说拜拜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解读 就说到这里 我们也跟大家说 拜拜了 再见了 听故事 说中文 听得越多 说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 从阿里裸茨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i-tunes上 给我们写好评哦 没错 也要记得 你的母亲 让你独一无二 你不是谁的一颗棋子 你不要轻易变成工具 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patreon子 帮我们把听故事说中文 变成最好的中文 播客 但是离职要小心 裸茨要慎重 没关系 不要听了我们这期节目 很多听众说 听了你们的节目 我打算也裸茨了 我觉得没事 记得你是独一无二的 好 如果 对 如果 如果 辞职 辞职 要有什么 不快的地方 你可以去找 去找 我身边这个男人 来聊一下 好的 好了 那 欢迎你 把我们的节目 推荐给你的朋友 老师 家人和同学 嗯 好了 我们下次再听 下次再听 拜拜 谢谢收听 by bwd6